跑到这江子牙的跟前啊就央告 姐夫 姐夫 你看你这也挡了打棍了 是不是也给我弄个谁去挡的呀 江子牙一看是他呀 心中立刻有无数笔羊驼奔腾而过 脑子里呀只闪出一个字 呸 您各位好 我是昆仑刘石 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故事之前 还是先回答一下 昨天好朋友给我的留言 有朋友问我呀 这太和殿上的大吻到底有多大 这我还真知道 这太和殿上的大吻是整个紫禁城 乃至整个古代中国体量最大的一对 屋脊吞兽 每只呢 由13块琉璃构件组成 高啊 3米4 重呢 是4.3吨 还有一位好朋友问我呢 说他们家祖祠的屋顶上啊 有6个脊兽 到底算是什么水平 这个不就又回到昨天咱们的话题上了吗 五几六兽啊 他属于中党规模的水平 即便这样啊 您家啊 他也不是凡人 大一波 老百姓的家里啊 是不让装这种东西的 要是装了呀 就叫做鱼质 那是板板的 会掉脑袋的 得嘞 这问题呀 我算是回答完了 咱们今天啊 接着聊聊这神兽的话题 这锤兽一抬头啊 那就看见的是一个鸡屁股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脑袋顶上啊 站的这个神仙呢 叫齐凤仙人 也叫齐鸡仙人 关于这位大仙的传说 那可不止一个 在第一种传说中啊 这位大仙啊 他姓马 是江子牙的内地 也就是江子牙的小舅子 这江子牙的媳妇呢 是马氏 所以这齐凤的仙人呢 他惹定了 也姓马不是 武王伐咒胜利以后啊 剩下的呢 就是江太公斩将封神了 神仙啊 他是封了一六够 这小舅子呀 他一看就眼红了 跑到这江子牙的跟前啊 就央搞 姐夫 姐夫 你看你这也挡了大棍儿了 是不是也给我弄个谁去挡的呀 江子牙一看是他呀 心中立刻 有无数匹羊驼奔腾而过 脑子里呀 只闪出一个字 呸 因为他知道 自己这个小舅子呀 他就是个饭桶 无奈这亲近礼道的 他不管也不成 得 你呀 就站在这房檐子头上去吧 守卫着皇宫大内 不过呀 要时刻提醒自己 别乱说乱动啊 他往前一步 就是深渊 这第二个传说啊 这齐凤仙人 他可就不姓马了 姓田 有个接地气的名字 叫田地 这田地呀 就是齐敏王 听着嗜好啊 您就知道 这位齐王啊 他好不招 昏昏噩噩 视为敏 果不其然啊 这昏昏噩噩噩的 齐敏王田地啊 让这岳翼 带着五国联军 一顿垮抽啊 跑到这个悬崖的边上 正是没招没落的时候 哎 这老天爷呀 他饿不死 夏家桥 来了个大鸟啊 把他救走了 后来啊 人们就把他的形象 放到了这宫殿垂挤的 最前端 搁在这啊 他也是有寓意的 大概呢 就是让这些皇室子孙呢 在大难临头的时候 总能够绝处逢生 还有一层意思呢 就是说 您要是总昏昏噩噩呀 那也只能等着 绝处逢生了 这东西有用吗 有用啊 这不是英法联军 八国联军 打进了北京城 这下子 皇上他们家呀 算是真遇到绝境了 那逢生了没有 逢生了呀 搁地赔款 认怂庄孙子呗 这不就逢生了吗 这齐缝仙人 他说了呀 俺就不信了 还有钱办不成的事吗 拿钱能办成的事 那都不叫个大事 什么 您跟我提崇真呢 咱们呀 还是接着说说 齐缝仙人背后 这一拉六走兽吧 您看这一拉六 排的队呢 没有 他们叫跑兽 也叫蹲兽 他为什么叫蹲兽 您瞧 他一个个 不都蹲着呢吗 按照这宫殿的规模和功能 这些跑兽啊 他的数量也是不一样的 不过呢 通常啊 都是单数 出在呀 三五七九上 唯独是故宫太和殿上啊 他是石窝 他们都是谁呀 哎呦 了不得了 这些呀 可都是神兽 没有一个凡人 从下往上 分别是万物之灵 象征着军权的龙 白鸟之王 寓意天下太平的凤凰啊 排在第二位 紧跟着呢 是寿中之王狮子 威武的护法神 追风逐殿 日行千里的天马呀 就排在第四 象征着智慧的海马呢 紧挨着天马 海中神兽霞鱼 是行风不雨的锐兽 他呀 时刻警惕着火灌 第七位呀 就是英勇善战的酸泥 护卫着进攻 谢智啊 忠诚正义 就好比是仗义直言的大臣 能逢凶化吉的斗牛呢 就排在了第九位上 按说呀 这也就齐了 中国呀 有规模档次的大殿啊 也就这样了 您比如说太庙吧 再比如说呀 山东渠府的孔庙 大殿顶上的锤戟呀 也都是九个敦寿 但是啊 修建太和殿的工匠们 觉得这样还不够 因为这太和殿啊 是紫禁城最高最大的建筑 如果呀 不敬雷神 那是必遭天火呀 所以呢 他们就请来了 雷部正神 排在了这队伍的最尾 起个名字啊 叫杭石 可是啊 这三十六雷部正神呢 可有好几位 都是长得这种 鹰嘴猴脸的 也不知道这位雷公啊 是哪位元帅 这重要的事啊 咱们再说一遍 你要是想看齐楼这哥十个 那全中国就只有一个地儿 那就是故宫的太和殿 最后啊 咱们还得摸到一句 其实这些脊兽啊 它不光光有啊 装饰避邪起伏的作用 它们还有不可忽视的建筑功能在其内 这些脊兽的下边啊 都藏有瓦钉 都深深的镶嵌在屋脊下边的木构件上 这样呢 既起到了固定脊瓦的作用 又防止了雨水对瓦下构件的侵蚀 这可真是咱们的老祖宗的聪明过人之处啊 西方建筑啊 它是没有的 这下子 关于屋顶神兽啊 咱们就全讲完了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见